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请看大经科著 第140协 这个第一段我们学过了 这里面有一些 普通常见的 名词述语 我们在这里重新温集一篇 即是释迦本师于五族恶世所得知 阿流多罗三妙三菩提法 五族 我们参考资历里面 在前言第一协 三种法素里面 所说的 出于凡苑株林 足是掩污 现在的说话就是掩污 五族 五大类的掩污 第一个是众生族 为众生多诛弊恶 底下举一个例子 不孝敬父母尊长 就是不孝敬父母 不敬尊长 不为恶业果报 就是不相信因果 不作公德 不收债法 债就是身心清静 这个意思 所以众生族 这个众生 都是说的是人 这个是世间的人 我们说身心 严惡 严惡到了极处 这个是总括来说 那么分开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呢 底下说 第二个是建族 它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 看错了 想错了 范老族就是想错了 建族就是看错了 为正法以灭 障法占起 现在障法也灭了 原朱林这个唐朝人著作的 距离我们现在是一千多年 现在仍是漲法也灭了 现在就是没法 没法一万年 现在就是第一个一千年 一千年 也有人说是第一个一千年过去 现在就是第二个一千年的开始 这些都是有根据的 没法灭了之后 就是灭化了 我们很冷静地观察 现实的环境 好像是没法和灭化 都看到了 似乎 没法 加速到了 灭化 提前来 邪法 转生 我们看到一个讯息 北方念佛法门里面 有邪知见出来了 宣传的时候 还比现在 现在的经论上 所说的方法 更快速的方法 只念无量寿经是不行的 还要加一些经酒 只念佛还不行 要加一些东西 这个速度就更加快 更有把握 这些是妖言或众 邪法转生 邪肩 曾盛 都是邪知邪见 心浮气躁 大家 一定要知道 一个最高的原则 你能够掌握住 你就不会被人骗了 有智慧的人 心是清净的 有智慧的人 心里面是无杂念 无妄想的 他与智性相映 誓尊 《大小城经》里面经常说 我们也经常提醒我们 这句话非常重要 一切法从心上生 心越习 整界越习 五花八门 扰乱你的情绪 扰乱你的觉观 所以佛提出 济心一处 叫做无事不办 天真菩萨 天真菩萨在往生论里面 和我们说 最后一切诸法 都归一法举 归一了 一法举 一法举 我们在前面 就是昨日读过了 就是阿弥陀佛 与这句名号 阿弥陀佛 是清静法身 这句的名号 是智慧的圆门 这些我们不能够不知道 掌握这个原则 你就不会受人欺骗了 便有在这麽单纯的法里面 还要再加一些东西呢 一添加了 就错了 就乱了 就不顺了 我们看到很多很多 念佛真正成就 皇生谁像 不可思议的 就是一句佛号 他连经都没有念 不认识字 读经没有能力 经不需要读 就一句名号便可以了 过漏像 一句名号成就的 我们看到几个了 极乐子的修模斯 一句名号成就的 亦是不认识字 未出家之前 是个泥水像 人老实心地善良 听话 真认真做 他便成就了 我们轻易 受到人家几句的说话 一说 心就动了 就没有主意了 为什麽呢 总言言之是一句话 这个人就叫做不老实 不老实的人吃亏 真认真是心浮气躁 第三个烦恼族 为众生多珠爱欲 限探 斗争 淺曲 淺就是淺微 巴结人 心念 心念是很杂 很乱的 虚狂 虚就是不诚实 狂是欺骗别人 涉受邪法 邪门歪道 他喜欢 老乱心神 这个叫做烦恼族 生末 因生末在 这个境界里面 他是怎样会不痛苦呢 我们想一下 这几样一样都受不到 何况全部都举足呢? 我们一生要想成就 搞这些是决定的 不可能的 要学棵楼像 要学修巫师 这两个都是出街人 修巫师出街之后 仍受过戒 我留着连戒都没有受过 成就不可思议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真正念佛人 不管遇到怎样的人 传给你是什么法 它统统都是一句阿弥陀佛 令它转回来 它没有第二句话 这个法 有根据 在哪里呢? 是观无量寿佛经 上品上生章 讲到极初 就是阿弥陀佛 来啦 跟你说 我还有个法门 给这个法门众鼠声的 你也是怨言拒绝 来啦 佛我不要啦 我就一门就行了 我不再换法门了 这个人 先叫做 露撒念佛 阿弥陀佛 来啦 他都不动心 这个是善导大师 在上品上生章里面举例子 你遇到怎样的大自然知识 遇到阿罗汉 遇到菩萨 遇到菩萨 遇到佛 遇到佛 最后是遇到阿弥陀佛 都不会动摇 都不受影响 这叫做真信 这叫做真怨 那一句阿弥陀佛念得 有用的 跟阿弥陀佛的心心相忍 第四个是命族 枉古世事 人寿八万四千岁 佛在经上跟我们说 人的寿命 最长的八万四千岁 每一百年减一岁 我们这个世间所说的 八万四千年 每一百年减一岁 减到十岁 十岁是最低的 那叫做一减 然后从十岁 每一百年加一岁 又加到八万四千岁 这个一增一减 叫做一个小劫 我们现在处的是 减劫里面 只剩下了七十年 释迦牟尼佛出世 人寿命是一百岁 一百年减一岁 佛距离我们是三千年 便减了三十岁 所以现在人的寿命都是七十岁 平均的寿命 七十岁 六十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五千年 一千年减十岁 再五千年 佛的抹法是一万年 从现在计起 世尊的法运 世尊的法运 还有三千年后面 三千年是增劫 一百年加一岁 加到人寿三十岁 佛法是世间才消失 所以是在增减劫里面 人的寿命三十岁 后来越短 灾难就越多 人就活得很辛苦 所以今次人寿转减 百岁者欺 很少有一百岁 一百岁是他的福布 他收来的 咦! 恶业增固 收缩短促 做恶做得太多了 做了好多的恶业 后来还很长 那是什么的缘故呢? 不是说无报应 只是说他 过去生中职的福职得太厚了 今天做恶就是折首 百分之百的福布 折了百分之九十 他还有百分之十 这个百分之十 也是一般人不能够跟他比的 你就知道他福布多大了 这个人如果说一生 一千年都響不完 他如果是帝王 他子子孙孙孙 存世 他可以存一千年 周恶家就是八百年了 今天做极恶之业的时候 还响大福布 你就知道他的福布有多大 但是福布响尽了 来生 这些事理 佛法里面说得很清楚 不能够不知道 你统统搞清楚 搞明白了 受福的人在这里受罪 做业的人在这里享福 你的心就平白 为什么呢 你知道前因后果 你明白这些道理 了解事实的真相 一点都没错 因缘果报之后不错 什么事实是 第五 結果要做完结 结果 结果就是时间 时间实在说是 没有 没有 绝语不绝的 为什么说这一段时间 盐污是因为前面四种 有建、有烦恼、有命、有众生族 所以这个时间我们称为族恶 恶就是十恶业 人做十恶业 做十善的人很少 做十恶的人非常普遍 这里里面几句话是经常说的 为减劫中人受减至三十岁时 大概也就是三四千年之后 三灾就起来了 第一个是肌筋再起来 人饥饿了 没有食物了 减至二十岁时就是瘟疫 地球上普遍到处都是瘟疫 减至十岁时 刀兵再起来 这个刀兵就是人人看人都不顺眼 看到人就想杀人 世界众生无不避害 这叫做结束 这叫做结束 特别是指人寿在三十岁时 再难到起来 佛學大詞典裏面也是在一起的 都可以作為參考 我們把它唸一下 五軸也叫五子 子就是渣子 這個是污族 日本將渣子都不要 也叫做五魂 魂族 住劫中人壽兩萬歲而後 而有魂族不靜之法五種 這五種雜氣由來已久 減劫人壽八萬四千歲 減到二萬歲的時候 開始有這樣的現象 有五軸的現象 然後隨著時間 逐漸逐漸明朗 現在我們看好像 逐漠已經到了極處 為何會這麼快呢 這是科學帶來的 我們喜歡科學 發展科學 科學帶來的是逐漠 我們要承受 然後卻想到中國老祖宗有智慧 為何不走科學那條路呢 就是不願意這個現象提前發生 中國人如果發展科學 應該就是兩千年之前 就發展了 不是在今天 中國人還是因為受到倫理道德的教育 不忍心做這個事情 海國人沒有倫理教育 沒有道德的教育 沒有因果的教育 他敢做這種事情 中國如果發明這些東西 叫做什麼呢 叫做對不起祖祖宗 對不起天下的人 對不起後在 知道也不說 所以教育多麼重要呢? 在這邊的排列 第一個是劫族 位置兩萬歲以後 見等就是見族 煩老族、眾生族、命族 見等之四族、喜時也 開始了 開始有這個了 但是還是很輕 第二種呢 見族 你看錯了 新見、變見、等 等字這個字呢 就是見取見、戒取見、邪見 五種錯誤的見解 繼續這個時代 眾生盛起之 新見、變見、見、取見 越來越強 越來越盛 這個麻煩就來了 這些東西起來之後 聖教不能夠接觸 佛法不能夠接觸 它反對 它不能夠接受 和它的見解不同 佛法講無鵝 它不承認 佛法講輪迴 它也不相信 第三個呢 煩惱族 煩惱就是 施惑 探、賃、賜、賜、萬、耳 你就是 收惑的煩惱 劇俗時之眾生盛起之 眾生族是甚麼意思呢 劇俗是時的眾生 為見俗煩惱族之結果 劇俗 見俗煩惱族 眾生就是族 人間之果佈漸衰 你的果佈是腹部 人間的腹部衰落了 心鈍體弱 心是怎樣呢 迷惑 聰明智慧 沒有了 身體弱 人間的腹部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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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往大提 人間的腹部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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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鬱獄 人間的腹部衰 人間的腹部衰 你跟这些人接触你就会知道 他从早到晚有很多粗心事情 我们今天所说的粗不完的心 这个话不是夸张的,是真的 心的乐是没有事的,清静自在 这叫做真乐 身心都没有事,这是有福报的人 不愁吃不愁穿 屋是遮鼻风雨就足够了 身心自在,这是快乐无比 这个世间拥有财富的人我见过 地位很高的人我也见过 快乐不快乐 我们在旁边看,扶不堪言 要叫我去做,我真的不做 但是你看 这个劫族时代的人,他还拼命去争 为什么? 唯恐没有? 唯恐自己烦恼少了 你说,这个不是叫迷惑颠倒吗? 现在的人争取要做大官 古时候读书的人争取做大官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呢?做官行是没有事做的 社会太平安定,人人都是好人 无作奸犯科 一个月有两三件就好多了 你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多事呢? 怎样似现在?案件堆积如山,办不完 所以人要有智慧了 做大好事,更好不努心 我们今天做大事 如果每天在外面,港京有两三万人来听 不累死人了 我们在港京的时候,少英鹏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外面的听众 上百万上千万 没有见面的,没有事 不需要去见面 要见面来做什么呢? 佛法听懂了,老老实实地修行 好好地念佛,日日过太平日子 想过太平日子 清心寡辱 不能够看电视 不能够看报纸 所有信息通通短绝 天下太平日子 天下太平日子 你看今天没有事 太平成世 明天也没有事 天天也没有事 天天也没有事 除了读经念佛之外,没有事 。 那不是太平成世吗? 太平成世在哪? 就是眼前 问你会不会过呢? 与外头境界是没有关系的 这是佛教给我们的 若能转境,质痛愈来 我们走这一条路 如果为境界所转 那你就是凡夫了 就是五族恶势的凡夫 负不堪然 我们居住的小区 这里居住的同学都转过来 这个小区就是极乐世界 有十年八年 我们住在这里 影响了周边的人都跟我们学习 我们这个小区就变成大区了 极乐世界慢慢地扩大 好事情 澳洲图文伯的同修 包括图文伯所有的宗教 到盼望上我回去 用我长住在那个地方 不要出门 好事 真的好事 曼缘放下 一无所有 你说你多自在 多快乐 好事 好事 真自在 我如果返到澳洲 我不住那个屋 现在我们买了很多个帐篷 蒙古包 睡在那里好 我们有一大片的陆地 蒙古包一排 摆上了几百个 亦非常热闹 不寂寞 朝区一片的念佛声 阿弥陀佛 祈乐世界 我们再看第五 叫做命族 只亦为前两族之结果 前面两族就是见根烦恼 其实五族之形成就是见根烦恼 收命渐渐减少 你看一直减少到十岁 这个是无福报 始终以劫族为种 劫就是讲时间 以一段时间不好 其他四族为别 劫族中有四族 以四族之故 称其叫劫族 称其叫劫族 有四族当中 以建族繁老族 这两者为族之自体 怎样验污族呢? 怎样验污? 初误的见解 初误的思想 验污了 为什么会有错误呢? 不学正法 不经正法 不经正法 正法的根 是孝养父母 尊敬思想 在这里 我们中国人说孝亲尊师 是万善的根源 这些东西失去了 麻烦就大了 中国古人懂得教育 懂得教学从哪里教起 教教教教经 一个人一生不能离开这两个字 孝一定不会有恶念 不会有恶的行为 如果有恶念 自己会感觉对不起父母 对不起祖宗 这种力量太大了 我们有恶念 有恶行 就对老师不尊敬 敲经就是万善之根 这两个字拔除了 这样善没有了 钱真的叫断除了 恶呢 恶就生长了 是无恶不作了 怎样呢 他能够杀父母 他能够杀老师 还有他什么事都不敢做呢 还有什么恶事他不敢做呢 这样这个世界就走向了毁灭了 人比禽兽都不如了 恶修更能够供存 供荣 狮子老虎就是猛兽 不是恶都极猪 他不会侵犯小动物的 我们看到很多外国人拍摄的 动物奇观 这些都是真实的 不是表演出来的 他不侵犯别人的 除非你去想杀他 他来抵抗 你无恶意 他亦都无恶意 你对他友善 他回应的你亦都是友善 我刚才不得说 他就要求你 我是友善 他遵守虎外国人的 古时候 在深山里收到的人很多 那时候山上也有毒蛇猛兽 我们在《花盐合论罪文》里面看到 理长者想找一个清静的地方 与《花盐经》写过注解 到郊外去看看 路上遇到一头老虎 他就跟老虎说 说出自己的意思 想找一个清静的地方来注《花盐经》 你知不知道老虎带他 但他走到一个老虎洞里面 里面全部都是老虎 里长者看中这个地方是好的 老虎搬家 这个洞就让给他 老虎也可以商量 都可以请他搬家 地方养出来了 做好事 公养道场 长者觉得这个地方都不错 一个人住在那里 正清静 没有人干扰 照顾他 就来了两个女孩子 和他烧饭洗衣服 照顾他 他知道 看到点头头笑下 没有说过一句话 等到这部注解完成了 就是《花盐经》的合论 注解完成之后 这两个女孩子就不见了 不知道去了哪里 你看看 从来都没有问他 姓什么名叫什么名 照顾这么长时间 都要多谢人家 离开这个洞 走到鄰居村庄里面 去问一下这两个女孩子 但无人知道 真诚感应不可思议 古人有句话说 得道者多助 帮助你的人很多 你真正有道 真正有道 真正有道 天地鬼神都护持你 你操什么心呢 我们再看看 底下那一段 文句四 第四卷 下半部又说 简族无别体 简是时间 时间 哪有很坏呢 长时间叫简 短时间叫做拆立 但约四族立子 假命 太平成势 太平成势 社会动乱 动乱就是劫族 成势就是劫清 清静了 宗生族 宗生族 亦没有别体 南 健 慢 果报 尚立子 假命 健 就是 健 华 神健 便健 慢 就是思华 探亲思晚 宗生 因为有这些东西 因为有这些东西 这个众生就俗了 凡老俗指五顿史为体 五顿史 就是思华 贪嗔痴 慢疑 这五种 为什么叫做顿 顿是持顿 境界现前 他会起来 境界不现前 他就不会起来 比如贪财 遇到财 他就起来了 贪心起来了 没了财 贪心就不起来了 所以他比较似顿 底下说的五顿史 不一样 五顿史是什么 伸见 变见 见取见 界取见 邪见 这些念头一动 他就起来了 他快 这些念头 是什么呢 这些念头是什么呢 这是违命之体 色衣 一离开 我们叫这个人死亡 死亡 死亡是什么呢 身体死亡了 法花文具记里面 法花文具记里面 身心清静 没有丝毫染污的迹象 至两万岁为五族子 再往下减 减到两万岁的时候 这五种族就开始了 开始有了 并不严重 以释迦牟尼佛 出现的时候 人寿百岁 佛说五族恶势 是有理由的 有道理的 今天 逐恶都极出了 这一道底下 我们就可以把它省略了 看最后一段 阿弥陀经药 能于 朔婆 各土 五族 乐世 劫族 坚族 烦恼族 众生族 命族中 得阿流多罗三秒三部体 这是 称赞 本师 释迦牟尼佛 他能够不为 环境所转 所以 他住在 无上正等正觉 亦是跟我们说 佛系 跟五族恶势 没有关系 只要你自己 能够放下 不被外面境界所转 你便成佛 你便成佛了 看下接触 一句 一句阿弥陀佛 即释迦本师 于五族 乐世所得之 阿流多罗三秒三部体法 要解里面 这一句是 不可思议 从来没有人说过 释迦牟尼佛 如何去成佛 念阿弥陀佛 成佛 这一句是 侯益大师说出来 经文 放在面前 从来没有人看得出 好益大师 看出来了 说出来 我们仔细地再看 不错 为何我们没有看出来 阿流多罗三秒三部体 亦是佛门的术语 佛智慧的名称 如来果地上所正得的智慧 交约约 无上正偏止 无上正偏道 真正偏知 亦齐真理知 无上智慧 亦就是说 这个智慧得到了 真的 世间人所说的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这句话 是世人对上帝赞叹之词 只有上帝才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佛跟我们说 如来 无上智慧 一切众生 智慧里面本有 不是爱来的 为摩经 佛国品 曾肖大师注解说 阿流多罗 秦言无上 这些地方是秦国 姚秦 国王是姚卿 秦就是代表了中国 中国人说的无上 三秒三菩提 秦言正偏知 道莫之大 无上也 其道真正无法不知 叫做正偏知 静土论注若 静土论就是往生论 天秤菩萨的作品 天秤菩萨收静土的报告 佛所得法 凡语秦为 阿流多罗三秒三菩提 阿 亦成中国的意思就是无 柳多罗亦为上 三秒亦为精 阿 三 为P 涅 菩提 为道 合起来 名为 无上正偏道 这是古译的 新译药 新译药 是原装大师 从印度回来之后 翻译泛民的经典 这是涅经院的主持 原装大师 他所译的 清新译 在他之前称为古译 原装大师新译 称为无上正等正觉 真正平等各之 一切真理之无上智慧 法花 愿筝 第二卷讲阿 好人无 就是印度繁文的阿 正觉意思是无 柳多罗 正觉意思是上 三 正觉意思是正 庙 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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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再接着三 这个是正的意思 庙体是觉的意思 所以整个翻译下来 是无上正等正觉 这个翻译得好 这个就是佛门讲的智慧 有三种 最下的就是正觉 比正觉高的叫做正等正觉 最高的加上了无上正等正觉 无上正等正觉是佛正德 正等正觉就是菩萨正德 阿罗汉只有正觉 不能够称为正等 不能够称为正等 所以这个翻译清清楚楚 这样佛门里面三个学位呢 这三个学位呢 这三个学位是怎样去拿到的 你拿到正觉 正觉怎样去拿到呢 如世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 我见到是正觉本有的 不是从外面来的 只要你对于一切法不执着 正觉就现前了 那你就成为阿罗汉了 第一个学位 第一个学位 拿到 再往上 你提升到正等正觉 正是纯正 无错误 但是等于佛 不是佛 等于佛 这是菩萨 这是第二个学位 方下分别 佛门分别执着 都没有放下 不但没有 他连集气都没有 执着分别执着 集气也没有 这是菩萨 最能够放下 起心 动念 就是 无上 正等正觉 都是指 六根在六层境界里面 我眼见识 以听声 不执着 就是阿罗汉 或分别 就是菩萨 就是正等正觉 不起心 不动念 就是无上 正等正觉 如修行是无关系的 如认识字 不认识字 亦都无关系 就是你肯不肯回头 佛法讲回头事案 凡夫成佛是一念之间 一念回头 他就成佛了 维梁大师回得快 彻底回头 他是连起心动念 也没有 所以他就成佛 这叫做见识 还有起心动念 未见识 你原来未见识 差不多了 接近见识 就称菩萨 圣文原角是完全未有见识 他用阿拉耶 用得正 佛教他持戒 他能够持 佛教他修定 他能够修 但是 他未有能够转八色 乘四字 所以 他的果 就是声闻原角 于是我们明白了 我们学佛 老师教我们读经 读书千篇 奇异自见 原来读经是一种手段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教你放下 明白 明白 是什么 读经的时候 你就将分别执着方下 有分别有执着 经读不下去 所以 念经的目的 就是用这种手段 令你不气心 不动力 八分别 不执着 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目的不是叫你记得这么多 骗数多了 自然记得了 记得 这个是附带的作用 不是真正的目的 真正的目的 就是叫你 不分别 不执着 不起心 不动力 不执着 是声闻原角的禅定 不分别 是菩萨的禅定 不分别 不起心 不动力 是自圣的本定 为能大师所证到的 何其自圣 本无动摇 自圣本定 这是大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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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最高的学位 这是要将 起心动念放下 而且将起心动念的集气断除 起心动念放下 容易 坐着菩萨就放下 就成佛 叫做分正佛 不是究竟佛 他的集气没有放下 到等角 全像 最后那些些残余的集气放下 他就成妙角 从等角升到妙角 妙角才是无相正等正角 所以无相正等正角 只有佛一个人 对正等正角来说 正等正角有四十一个人 以四十一位位置都叫做正等正角 我们将它搞清楚之后 就明白了 学会 功夫 全部就是放下 我所以感激 张家大师 我头一天见他面的时候 提出这个问题 他就教我看播放下 我向他老人家请教 在哪里下手呢 他教我暴施 我离开之后 他叮嘱我 要认真做 不认真做 得不到利益 我 我这个时候是很贫穷的 是跟公家服务 拿过一些钱 紧够 保持自己一个人的生活费用 没有多余格 哪里来的钱 布施呢 老师教我 布施的心 要有 遇到机会 随分 随分 随力 一模 两模 一块两块 都可以 不在乎 不在乎 数目 知多少 在你的心 一些 神经的心 真肯写 新欢喜写 这个才是重要 我们以后 在了饭 四分里面 看到了 那个女孩子 在贫穷家庭的人 身上 只有两文钱 两文钱 现在的人是不懂的 这是古时候 清朝时候 一文钱 是什么呢 是一个铜子 圆的 当中有个四方的洞 用绳可以穿在一起 这叫一文 到了民国年间 用铜板 当中是没有洞 一个上面写了 当失文 这个铜板换十个铜钱 当中有个洞 十个铜钱 三个铜板 就是一分钱 换句话 就是 铜钱的铜钱 三十个铜钱 就是一分钱 在当时 那些钱是很好用的 三个铜钱 就能够吃饱饭 就是一分钱 学生上学 但是三个铜钱 就可以卖到一杯热的汤 买烧饼油条 它早餐就解决了 三个铜钱 一个铜笔 还没到 文国初年那时候的生活 书是最值钱,书是太贵的 商务印书管印的池圆 池圆,商务印书的池圆 上下两冊,这么厚 也不大,仅价多少钱呢? 大洋五块,五块的大洋 差不多是四口资格,一个月的生活费 书是保,现在书不值钱 印刷述进步 成本,成本大幅降低 从前提到大藏经,谁敢上呢? 家里面有一套,不可能的事情 寺庙里面都不能够共养一部 大藏经,我知道,我们安徽省 一个省,只有两套半大藏经 太稀有了,物以稀为贵 现在普通人家,不但可以放一部大藏经 放一部四副传书,也不稀奇 但从前的人,戏旗仍然是真读真做的 现在吴戏旗,没有人读他 没有人去学习了 幸好,我们现在看到 非洲这些小黑人 我们对他非常尊敬 我们对他非常尊敬 这些小黑人 我看到他们 这些都是孤儿 他们现在在学中文 学得很好 读中国的古书,背三字经 背千字文 背这些中国传统的儿童独物 背还要认真做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希望 中国传统文化 非洲的小朋友 在这儿认真学习 他们将来继承中国传统文化 我们也能够相信 中国传统文化将来会复兴 从他们开始 你看看 非常可爱 将来 中国传统文化 统治全世界 朝黑人统治全世界 这些是他们的几张照片 他们这个小团体 有三千多人 都是孤儿 有一个法师 法森 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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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小黑人 中国传统文化 后继统文化 后继有人 所以我们欢喜 几下 逐恶 这是述语 意思是五 逐 语 十恶 《冠无量寿佛经》说, 《法灭后,诸众生等, 逐恶不善,五虎所逼》。 五虎就是八虎, 五虎将生、老、病、死、合成为一个。 第一种,生、老、病、死, 一切的人不能够避免, 通通都有。 第二种, 《冠真回苦》, 《哀必离苦》, 《求不得苦》, 《吾阴赤诚苦》, 第一个是见, 第二个是烦恼, 第三个是众生, 第四个是明, 第五个是劫, 前面说过, 五族恶势。 恶就是十恶, 。 杀、盗、淫, 妄语, 恶口。 两舌, 衣语, 贪亲, 邪见。 邪见就是痴。 总称为俗恶, 总称为俗恶。 这个地方是说, 了解里面说, 日姓阿弥陀佛, 就是释迦本师, 在五族恶势所得知, 阿流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今以此果觉全体, 授予俗恶众生。 俗恶众生是代表, 我们现在, 身在这个时代的大众。 乃诸佛所行境界, 为法与佛能救尽, 非苟戒智力所能信解也。 这个法门。 如果是说到他的理论, 太深了, 方法太微妙了。 不是九戒众生, 智力能够信解, 九戒众生要靠佛力的加持, 你才能够信, 才能够理解。 这个九戒, 就是随佛法戒, 十戒, 随佛下面就是九戒。 草佛法戒。 原国, 姓文, 田, 阿修罗, 人, 畜生, 何鬼, 地獄。 这叫九戒众生。 法花, 原意里面讲。 这句句话讲得很好, 好, 己身, 他身。 微妙, 直绝。 戒, 非拳, 非实。 二能应于九戒之拳, 一戒之实。 一戒之实就是佛。 九戒就是菩萨以下。 里面讲的, 己身就是自己。 自己以外是别人的, 他身。 他身。 这个意思就讲了。 为什麽呢? 九戒, 痛痛齐, 他身。 无一, 不是, 微妙, 直绝。 这四个字用得好。 有多少人知道, 自己身。 在哪里来的? 为什麽会有这个身呢? 你太深了? 似太妙啊? 我们细心观察你的身。 外面五官。 眼耳鼻舌身。 内面五臟六虎。 客用精密, 在这里联络住。 血液循环。 周易伏此。 从出生到死亡, 没有一日中断过。 这个就是表了。 科学家跟我们讲, 估计大概人的身体, 总共是五十兆细胞组成的。 细胞在哪里来呢? 细胞有生灭, 新陈代謝。 七年是一个周期。 我们现在身体所有的细胞, 跟七年前, 七年前是旧的, 一个都没有。 全部是新的。 再过七年, 又换一批新的。 新的, 不及旧的。 这是怎样回事呢? 应当身体是越来越好的。 为何会越换越坏呢? 换成一些老化的细胞? 换成一些带着病毒的细胞? 这是什么道理呢? 如果细胞越换越新, 不是就年年都是十八岁吗? 人就不会老了。 我们要想想, 为什么呢? 这个转变, 都是心在主宰。 景趣心转, 想一想, 我们十八岁和二十八岁比, 是十八岁的时候, 最后心地纯洁。 还是二十八岁的心地纯洁呢? 人经历年岁越多, 就越不纯洁。 就越复杂了, 所以换出来的东西就越换越坏了。 就是这样的道理。 如果心地是永远保持童年这样的样子, 童质, 有一些习念, 恶念都没有。 他到老, 还是童年。 古人说, 童颜学法。 头发白, 但是人的身体跟童子是一样。 那是什么原因呢? 他没有改变到他的童年, 他永远保持他的童年, 这样的单纯, 这样的结症。 道理就在这里了。 我们就明白, 心地越干净, 越单纯, 越年轻, 不复杂。 最怕的是, 自私自利。 自私自利的人, 幼幻很多, 顾虑很多。 中国古语有一句说, 幼能使人老。 人怎样老化呢? 幼累太多了。 就逐渐地老化了。 无忧无虑, 便不容易看到他老化。 无忧无担心的事情, 亦无提防的事情, 天下本无耻。 修行人, 修道的人, 众国古时候, 只有佛跟道。 其他宗教很少, 少知又少。 佛道很多, 佛学道, 不容易老的。 什么原因呢? 心清静。 无欲望, 无忧虑, 无牵挂。 日生永远过着坦纯的生活。 道理就是这里了。 真正做到, 与人无憎, 与世无求。 你就知道, 这个憎, 这个求, 用多少个心思呢? 多少个妄念? 多少个烦恼? 你能够将这两个字, 不要了。 无憎无求。 你得不到大自在, 你得到小自在。 得大自在, 一定要放下。 起心动念, 分辨, 执着。 得大自在, 得大圆满。 。 随他一句, 既身, 他身, 未妙, 直绝。 直绝是从体上说的, 未妙是从相上说的。 非拳,非实。 不能够拒权, 亦能够拒权, 亦能够拒权。 但是, 二能仍然于九戒之权, 一戒之实。 自自然的。 如果要问为什么呢? 它是自性, 变现出来的。 己身,他身。 十发戒, 意正庄严, 不离自性。 自性是实, 然相就是拳。 拳是刹那刹那在变化的。 实就是没有变化的。 我们将这些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就有智慧能够辨别邪静 往后呢 邪教 邪说 会更多 你如果不搞清楚 不搞明白 你会被他们所迷惑 你一生的路就走错了 你本来就是菩提精度 你走上了偏邪 依旧搞论会 那就大错突错了 右约 这个右约还是偶益大师说的 魅陀要解里面的 举此体 这个体就是 说的 法界体 作 魅陀身土 魅陀的身 是法界体 极乐世界也是法界体 我们这里也有简单的参考资料 佛学 刺帝总编 里面法界这一条 法界 凡与称为 达磨陀都 疫情中的意思叫做法界 亦亦作发声 亦弱实相 亦跟明智不一弱 意思是完全相同 是一个意思 法界之意 有多种 法 为何一件事情 说这么多名词 法界说得特别多 总共有几十种 佛的用心 是教我们 不要执着明智相 明智是假的 要知道它的真正意思 不要着想 那就对了 好似 马明菩萨 在《喜讯》里面 跟我们说 学佛要用怎样的心态去学 听经 未言说上 不要执着言语 读经 不要执着文字上 要知道它所说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 意义不意语 真正懂得它的意思 叫做 愿解如来真实意 就是自己的真实意 生佛是一不是二 如来真实意就是自己的真实意 生佛是一不是二 生佛是一不是二 不无量的善考方面 都帮助我们回头 幫助我們放下 幫助我們覺悟的方法 方法 在未有覺悟的時候就有用 覺悟之後就沒有用了 好像我們坐船到目的地 到了之後 不能夠船背走 就要放棄了 工具 我們是目的到達 那就不要了 佛法就是一個工具 至金剛經常跟我們說 花相應寫 何況非法 就跟我們說佛法不能夠執著 一執著就是病了 你就錯誤 如果在裡面懂得真實意 真實意如何去懂得呢? 放下就懂得了 執著就不懂 執著在明相裡面 你怎麼會明白呢? 明相是假設的 不是真的 所以 正德真語 正德實相 不需要認識字 不需要讀很多個書 也不需要你去打坐參閃 不需要的 就是在一念 放下 一念 各五 明白了 是假的 假的 我都不要 真的就是現前了 真的就是佛星了 所以這個地方 將它歸納為兩大裏 一個就是宙氏 一個是約利 宙氏而言 法者諸法也 諸法各有自體 而分界不同 這就叫法界了 這是說的事 言則法界者 發之一一命為法界 總該萬有 法界名字懂得了 便法界虛空界 萬事萬物 總名叫做法界 若你而言 指真語之理性 而為之法界 或稱是真語 法性 實相 實際 其體 一二 這是戒的意思 因之意 以至而生 諸聖道 姑名法界 這個法界的意思 若你就是法所依的 依的是性 所以 又諸法同一性 故 這就叫法界 這叫法界 你法界 你 你事 我們都知道了 都要 向上下民意 知道了 它是說的是你 說的是是 那叫法界 你法界 是法界 這叫法界 你事 此舉此看 這叫法界 未託生土 從本國理事而來 要將它譯成總國的意思 阿亦作母 彌陀譯成量 佛譯成國 合起來 阿彌陀佛的意思是無量國 你就是片化界虛空界 你沒有一樣是不覺的 覺就是明了 覺就是切午 這個地方特別的 你看偶益大師講的 眾生本國理性 是一切眾生本性本來聚足 威能大師開悟的時候 講了出來 第三句他講 何其至聖 本自聚足 這句話講得好 聚足是甚麼呢 化驗經上佛所講的 一切眾生 佳有如來知威得上 這就是本來聚足 聚足 如來知威 如來得能 如來上好 具體的 這些是甚麼東西呢 這就是整個宇宙 所有一切的現象 今日科學家 將它歸納為三大類 佛質現象 精神現象 自然現象 同同都是自性 本自聚足 我們的身心 都是這三類現象裏面 舉足 我們的身體 物質現象 我們起心動念 精神現象 好像前面 我們 原意裏面所講 己身他身 他身就是整個宇宙 樹木花草 他有身上 山河大地 他有身上 無不是微妙直絕 非拳非實 這叫自然現象 所以要用自然現象 心理現象 物質現象 全部包括了 智聲 本自聚足 智聲 本自聚足 也都唸到 還要加些什麼 加不上 所加上的 都叫做 是添足 那不是找麻煩嗎 所以不能夠再添加了 不能夠加 亦不能夠少 少 少了他都不完 他缺了一塊 這個法 多妙呢 他真正 難信之法 聽說 這個要加些什麼經 那個要加些什麼咒 心就動搖 心就亂了 為什麼呢 對於眾宗 還未有信心 未有正念 對於這個經教 理解得不夠透徹 還以為 還有些東西比這個更加好 沒有的 一切法 到了最後 沒有一法 不是歸阿彌陀佛的 無量壽 無量剛 下可見 此經 實是大悲似乎 如來勢尊 稱聖極淡 這個如來勢尊 是指 本師釋迦牟尼佛 是指阿彌陀佛 通師 亦是指 十方一切諸佛 一切諸佛的悲狀 和伴託出 避狀 我們有參考資料 第五頁 這是術語 隱而不存 叫秘 避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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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狀者 稱諸佛之妙法 而諸佛守護 之不妄宣說 而非棲 而妄存 便為破法 這個秘不是秘密,秘密一定不是好事情 佛法裏面是沒有秘密的,這個秘就叫心蜜 你好心,知非常微妙,不是一般人能夠懂的,能夠接受 日本人如果聽了,錯解了意思,就將法破了 佛法不能得到利益,還受到害處 所以遇不到這種人,佛法裏不說 遇到才會跟他說 佛法敬順解稟約 一切諸佛秘狀之法,單位菩薩演期實事 這個是真的,對哪些菩薩呢?化身菩薩 善開演 同步,同就是法花經,家長法師的梳第九卷說 色內隱異異異不存 過去佛是沒有說的,叫做秘 余人妙寶寅在冤內,叫做闖 這個意思 我們要懂得 我們的修學 到了一定的程度,佛就會跟我們說 這不是秘密,是時間未到 時間到了,佛一定會跟我們說明 今天時間到了,我們就學習到這裏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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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ам